我和马英九先生这是第二次见面了 大陆现在是一个春光美好的季节 真可谓是滔之夭夭 灼灼其华 我看到我们来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啊 都是焕发着青春的风采 见到你们很高兴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 创造了渊远流长 辉煌灿烂 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 每一个中华儿女 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 记载着历代鲜明 迁居台湾 繁衍生息 记载着两岸同胞共欲外伍 光复台湾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 剑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事实 我带着台湾的青年学子访问大陆 这几天的行程 同学们深刻了解中华文化的根源 体验大陆实际发展的面貌 更感受到两岸之间写浓于水的情感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应该互助合作 致力振兴中华 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 为最大的目标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共同遵求和平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